欢迎来到飞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麦克风刚刚呢 夹好之后滑掉了 所以呢 明显刚刚那个声音听得清楚吗 还可以 所以我们就不用重来一次 这个很开心啊 这个每个礼拜一呢 张远廷将军的时间呢 刚才将军讲 都是快乐的这个星期一 对啊 因为我们都很开心 我们呢都非常的惊喜 没有想到呢 张军呢 我上 我上个礼拜 以为那个 斐寒英 对对对 是最后的花季了 那个之后呢 就结束了 就没想到今天呢 张军呢又带来了不一样的 这是 山樱桃 对山樱桃 山樱桃 山樱桃开的山樱桃 而且我之前不是还吃了桃子吗 那桃子是 那是一般的桃 桃有水蜜桃跟田桃 不一样又不一样 那下一次我带桃子来 这个是山樱花节的 这是山樱花的小樱桃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山樱桃啊 哦 然后那个我们刚刚那个燕安呢 就开了一个 很冷的一个笑话 因为最近这两天在讲那个蔡英文不是说 我们的我们的国安局局长 我们官局长叫蔡明燕对不对 对蔡明燕 他就说因为太平岛呢很危险 所以在安全的考量上面呢 他就不建议总统去对不对 显然我们总统呢是不能够去危险的地方啊 所以刚刚燕安呢 就讲了一个很冷的笑话 小樱 小樱桃 就小樱桃掉 好冷啊 不过我可以吃 我刚刚已经吃了好几颗了 这个 我很喜欢吃酸的 我好像之前有讲过 然后刚刚我刚吃了好几颗 这个真的蛮酸的 对对 这个因为它是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C 我大概一年大概吃个500颗800颗 因为整个树都是 你看每一朵那个 那个山樱花就是结一个樱桃啊 所以它整个树都是 那个绿秀眼还有枝根鸟 还有我们所讲到的那五色鸟 特别喜欢吃 是哦 因为它在高光笑 我看到它在啄这个 它很喜欢吃那个鸟 它看到红色的 它会挑 它会挑 蛮好吃的 我每次吃500颗的800颗 哇真的太好 你说这个维他命C很高 维他命C很多 就非常丰盛 而且我没配药药 你就直接吃了 而且我呢 真的是很不适合眼 我因为很爱吃酸的 然后我吃什么东西都不怕 所以 像比如说 有那个 有一些非 有一些这个非洲国家 对他们来讲 那个蝉蛹啊 对 是很好的蛋白质 对不对 对 但是它是动物啊 对 可是那些你知道 我都敢吃 然后呢 就那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嘛 好的 然后所以我以前在主持 这类型节目的时候 跟瓜哥啦 还有跟那什么 主持这类型节目的时候呢 我就说我都要用眼的哈 我就说哎 我就我都会先解释一下 就说真的 我都不怕吃这些东西 我都要用眼的 大家才会知道说 那样到底有多酸 这个真的还蛮酸的 对 可是可是可是还蛮 对蛮顺口的 可是还蛮好顺 可是它的皮会有一点点色 对 对不对 对 那个色很好吃 但我也有种加拿大樱桃 跟华盛顿樱桃 这颗就比较没有那么色 对对对对 你要越紫 你看这一颗是最紫 你看到没有 这是紫色 你刚吃的是红色 这是紫色 你看到没有 紫色会怎样 紫色最成熟 哦 已经到紫了 就是说 你看是不是紫色了 对这很漂亮 对 你看那个好像跟那个 跟小钻石 小宝石一样 看这个 有没有 像红薄的 像小宝石一样 这颗 这颗的皮就比较没有那么色 对因为它紫了 紫的就是说 你栽不栽 它会掉到地上 因为它已经成熟了 那这样像这样 你刚才是红的 你看还有绿的 那像绿的呢 绿的还可以吃吗 绿的绿的那个是 不熟的 不熟 一定很酸对不对 对对 绿的不能不要吃 酸 你要是吃红的 你要是纸的 我刚才那树上好多 那一个树 这个有几千个吧 好吧 这个绿的真的很酸 很有意思 所以我刚刚那表情 不是演的是真的很酸 好我们来看 那个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呢 目前消长了 25点28点 指数来到 20244.4 34点涨幅是0.08 好我们来看 亚洲主要股市 日经25指数呢 嗯下跌了310.18点 对不对啊 我们到底 我每次看这个 这个我都会觉得 有点怪怪的 因为它的 因为它的这个数字上面 看起来有点奇怪 好我来看一下日股 好 OK 好日经225指数 你看不对吧 所以你看像这个 聚恨网上面的 今天是 3月 日本今天修市吗 为什么今天这个股市怪怪 哎这个蔡翰去查一下 为什么今天这个没有 没有最新的这个数字呢 好呃 好呃来看这个陆港股啊 嗯 大陆的这个呃 上海A股呢 是涨了14.03点 呃指数来到3209.44点 深圳城市呢 是小涨了5.71点 指数来到9571.27点 好这个是呃 陆股啊 然后呢 港股的部分呢 目前呢 是涨了 恒生指数是涨了76.36点 指数来到16575.83点 请赶快去查一下日谷好吗 好呃 我们现在呢 要回到来 今天请这个张将军啊 谈这个新闻的重点啊 其实因为 我们真的是这段时间来讲啊 新闻实在是太多了哈 呃原本呢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呢 跟张将军讨论的呢 要谈的话题呢 那就是莫斯科 呃遭遇到恐攻 到底是谁干的哈 嗯 虽然说这个伊斯兰部分的 有恐怖组织呢 是他干的 但是呢 现在呢 俄罗斯方面呢 要把呃 要把这个呢 是归到这个乌克兰这个地方呢 乌克兰是否认哈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话题呢 是因为上周的时候 赖清德去视察 我们的无人机国家队 竟然贺见这个无人机国家队上面呢 Made in China 哈 这简直是 就是 就到底 就说我们有没有制造无人机的能力 好当时呢 小英政府呢 大张旗鼓的呢 就是我们要成立这个无人机国家队 而且呢 他们觉醒的太晚了 最早的时候呢 觉得我们要大量的制造这个无人机 这才是我们的这个优势 其实赵浩康 那个时候呢 他还被这个 一位资深的军事记者呢 嘲讽了一番 写了一篇的这个社论 可是那不是社论啊 写了一篇文章 那个时候的张将军就认为说 其实大量制造无人机是对的 对对对 然后小英呢 等到比较后面呢 才说好 我们要来弄这个无人机国家队 可是在赖清德呢 即将要在520就任之前的时候 他去视察我们的无人机国家队呢 竟然在主要的这个零件上面呢 就部件上面呢 发现了Made in China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并不认为 我们有Made in China 是不对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个逢中必反 而且现在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给我指数 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知道呢 在无人机的 不管是商用或是军用上面呢 其实中国呢 是首屈一指的 我们本来是要讨论这些话题 好 这个日经225指数呢 是下跌的 跌了 297.73点 那目前指数呢 是来到40583.21点 好 那我现在就要来对一下 我刚刚看到的这个指数 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那个显示出来的会有点奇怪呢 你看 300 对是没错的 好 谢谢这个 谢谢贺 来 我们现在回到 我们今天要谈的 可是因为呢 讯息的变化太快 所以我们利用第一段的一点点的时间 来谈一下 这个中国时报呢 今天坐在头版头条的 吕昭龙的报导 丁玉州将军 我们的前国安会这个秘书长 他在24号接受招龙访问的时候 他强调说 针对当前的两岸形势 万一发生战争的话 无论是打赢或者是打输 总统和国安团队应该有中战指导 在国家损失最少 人民伤害最低的情况之下 结束战争 可是呢 我们的前参谋总长呢 李喜明将军反对 他认为呢 若国没有所谓的中战指导 成功抵抗与存活是唯一的目标 在敌人没有放弃侵略前 讨论中战指导 容易被理解为 另一种形式的投降计划 将军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丁宇宙讲的对 要有中战指导 不然的话 大家会漫无头绪 不知开始 不知所终 到底战略目标在什么地方 我们做任何事情 就跟我们刚才 奶精主持人所提到的 这个股市有的时候是不是要停损 你看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杀出 我不能再往下赔啦 是不是 都要有一些 你都要有一些 有些标例 到这个时候不行了 要杀出 不然整个会血本无归 你要停损 不然一直下跌 你看整个趋势是往下走 你还不停损 你要一直 你这个停损 少输为盈 结果你一直往下走 到最后面 变成我们叫水交股 战争也是一样 你战争的话 什么时候状况 最好的时候就损住 你看现在 乌克兰被打残 不是打残 可能都打 残破残败 是残败 都完了都没有 这国家将来不在了 他现在因为他没有投降 所以他当然不能够宣布败 但是就是说 他是残破 对 他变成盘子 变成人家工具 你就是一直打 你越打 我们越安全 因为你把俄罗斯给赔掉 拖住他 俄罗斯就被对 其他国家产生威胁 变成这个样子 其他都国家在想 你的牺牲是我们的安全 那你今天乌克兰 怎么会这样玩 那我们今天要想 我们的国家战略目标 战略指导在什么地方 这个很重要 我认为丁玉州比较务实 他毕竟 当了这一辈子军人 又是当过国安局 又当过国安会 都有 国安会理事长很重要 因为他就是战略 对 就是国家的 因为我们国安会 他在体制上面 他就是总统的 总统的战略的 就是像这个 他就是像是这个 美国国家 他的位阶 比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就类似 类似像那样子 所以他其实 他就是作为一个 国家整体的战略的 最高的一个顾问 对于总统来讲 对 你看他在那边 他当过国安会民主长 之前还当国安局局长 军事高级将领 他整个非常的鲜熟 参与的是 不是光只是军事 他已经到国安城市了 我们现在呢 两位上将 这个丁玉州 丁玉州是上将吗 丁玉州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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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上将呢 对于台湾呢 到底要不要有 这个中战指导呢 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他们最大的差别 是这样 就是说 丁将军呢 觉得说 他反对这个城镇战 他也知道呢 中战指导呢 是非常的敏感 他说军人战到 一兵一卒 是军人的职责 没有错 可是呢 这个是作战指导 然而无论是赢的一方 或是输的一方 都要有中战指导 赢的中战指导 是如何以最小代价 结束战争 以及减少战后的 处置问题 输的一方 就是在适当时机 在国家最小的损失下呢 终结战争 那李启明上将呢 将军他反对的是说 台湾是比较小的一方 所以他的意思是 如果这样打起来 台湾终究是输的 请大家注意哦 这个当刚刚这个丁将军 丁渝州讲的 就是说他反对这个城镇战 站到一兵一卒 是军人的责任 但是他反对这个城镇战 因为城镇战的话 我们的损失就很大了 好那这样关键就李启明就来了 他说 如果你告诉对方 你只要踏上 就是大陆呢 只要攻到台湾的土地上 踏上土地 就会终战 会让对方更想尝试 而且他说终战指导 不是军人的事情 也不是战争之前 就该讨论的 这是强者的预言 若方来谈就只有投降 您怎么看 我认为不要想 定义是由我们来定义啊 为什么是由对方定义 踏上这个 这个国主说 我们就准备来投降啊 怎么会有这样 说得好耶 张将军的逻辑太对了 说得好 对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要 让对方去定义 敌人去定义 为什么不是自己来定义 就不是 他绝对不是像这个 马英九所说的 首战及中战 不是这么简单的概念 对 那我们讲的 作战指导跟中战指导 完全不一样 作战指导 我们今天作战指导 军人我们讲到的 就是战到一兵一处 军人保国为民嘛 你今天拿国家的兴奋 拿人民的血汗钱 就是要保卫国家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第一 不要这个作战指导 是绝对要非常明确 那中战指导 我今天中战指导 我要保持贪心 是由我来定义 要这个样 你要掌握主动权 不要让对方掌握主动权 你当个军人 当个政治家 或当个战略家 就是要掌握主动权 为什么又别人去定义 别人去解释 别人来说明 由我们来做解释 说明就对了 那我们要把我们不利的状况 我们不能站在那里讲 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我们必须是一个岛 而且面积小 战略众生又有限 又是四周又是环海 这个在战争一旦起战的话 战略补及上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把这些的短板 这些都列起来 我们怎么样去补强 这个很重要嘛 对不对 然后敌人过来的时候 敌人过来的时候 是大兵力过来 还是小兵力过来 是逐次过来 还是一次投入 你要去想啊 作战的方式是非常多的 他将大兵力投入 那怎么办 你当然要 火力马上做发扬 一定要这样 在第一级的时候 你这个战机遭中即逝 你要去看 对方是怎么样出球 因为他们是主攻 我们是主守 是这样子 那攻守要自己 要保持灵活 不是看到我们 那个敌人怎么出招 你要怎么去破招嘛 这才是对的嘛 我认为中战指导 这个中战 我要分两个 第一个中间的中 他从打到一半的时候 如果是国际要出来调停 的状况之下 美国说 美国要出来调停 美国的航空母舰摆在那边 或者美国有下一些 对我们台湾有下一些战略指导的状况之下 我们也要参考美国 因为这个美国对我们俩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叫做中间的中 中间指导 美国有下次到期了 我们就考量美国下次到期 对台湾来讲 一般来说是个善意 我们当然要听美国的 我们难道不听美国 蛮干吗 不是这个样子的嘛 美国他在台湾有战略利益的嘛 这个很清楚嘛 最后面最后才是ending 做终结 最后面的中战指导 这个要等次 这一个中间的中的中战指导 这是个防火墙 不是关我们海峡两岸 也包括了国际的形势 中共也不会说 今天鱼石网破 打到那个 把这个台湾打残打烂 打成全部一片荒岛 满目创意 不是不会 中共也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要付出相当大的 非常惨重的代价 是这个样子嘛 双方都有考量嘛 要双输吗 中共也是很聪明人 他不见得要双输啊 干嘛要双输 因为富邦相争 那与庸得利啊 与庸相争 对 与庸相争 与庸得利嘛 中共也很清楚 中共也不是省油的灯 那最重要就是说 两岸是不是 不要被人家当盘子 你被人家当盘子 那怎么弄呢 对不对 那谁在那边 大家都虎视眈眈 不是光美国日本呢 那印度呢 对不对 还有这些 加拿大还有 北大西洋公益组织 这些国家 是不是 会变成这样子 那这样我倒认为 所以要去看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太单纯化 要考量诸多客观因素 而不是主观的看法 你要考虑 因为作战是个客观的环境 造成两岸的这种战争 会是客观环境 所酝酿出来的 那怎么样去破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要认为 那今天 今天我们今天讲到战争 战争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是他死我亡的东西 那最重要一件事情 大家不要打假球 建军不能打假球 就跟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你怎么那个无人机 国家队 那我们就先请教您 对 你就打假球啦 所以我刚才讲 刚才讲到赵绍康 赵绍康他有动见 他有新建之明 他很早就讲了 我记得好像三年前吧 他很早就讲 他很早就讲了 大家还在那边笑嘻嘻什么的 那是 我说这个很重要 那时候讲还被骂 还被骂 我说你看赵绍康他有动见 他有先见之明 他在三年前就已经 因为我那时候 我上他节目 我就说 他很重视无人机 因为别人都还 那个有点感觉到嗤之以鼻 无人机什么 感觉到不入流啦 结果 乌克兰战争一爆发 结果不是 整个都不一样 他整个都是无人机的 几乎是无人机的 坦克没用了 大家一直对挺客 好像一看 挺客 我说挺客 腾克现在是变成了 他有阅兵的价值 但是他战场价值没有 阅兵价值空空空 哇 他几分人心 那个声音空空空空 哇大家都振奋了 但是到战场上 你背那个无人机 吹鼓拉瘦 从你头上丢 丢一个穿甲弹下去 你就 就 腾克就泡汤了 他很壮观 有阅兵的价值 但是没有战场的价值 他笨重 对不对 那在台湾尤其 更严重 台湾 台湾呢 是地形分裂 在佐水溪 大汗溪 西罗河什么 对不对 你淡水河 都是 而且都是这些 余温田野 你这个 这个腾克车 要靠道路 没办法越野 你靠道路 那道路柔长寸断 那么多 他是被这个 山川所分割 你没有像乌克兰 他整个越野 冬天的这种 动土可以越野 台湾不可以越野 咱们怎么越野 那是他们 那是大陆 那是大陆 如果真的要 来我们这边 登陆 打城镇站 他困难 他困难 那这种问题 我们要拿无人机来课 他不会用 腾克 他会用假车 因为假车 你腾克 他登陆 45公顿 但是假车 只有11到12公顿 你看我们大卡车 都15公顿 连结车 35公顿 他比他们还轻 因为他是假车而已 他轮型假车 是这个样 假车 就是说他的第一波 假车他登陆的话 第一波一定是 一定是这个 他第一波 他是垂直登陆 立体作战 一定上面是直升机 机降 或者是搭配空降 下面的话 我们才是两栖 所以他是三栖的 他不会只派一个 他有双拳 干嘛出单拳 干嘛只会出 这个海上的 这个我们讲 假车两栖登陆 不是 空中绝对有 战舟直升机 那直升机那么多 1500架 空中还包括 还包括我们讲的空降作战 空降15军也会过来 所以对我们他要夺倒的话 他大兵力夺倒还是小兵力 我认为这个是要去做一个判定 他要针对敌情的威胁来课题 这是特别状况是如何 如果是大兵力登陆的时候 状况之下 那我们怎么样去发挥我们的活力 可以 而且立刻发扬 那我们现在准备好没有 我们现在只临心发扬 没有办法 将军我们要回头来 一个一个来请教 对 就是第一个 因为刚刚既然讲到无人机 你说就现在这个无人机呢 是在打假球 你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你没有人圈啊 你不打假球 那要回过头来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发展无人机 这个策略本来就是对的 对的 然后当时呢 我们的业者呢 夸下海口 就是说 要不然就买 要不然呢 我们就要自己造 结果搞了半天 这个竟然在展示的时候呢 重要的部件呢 是Made in China 这是表示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还是怎么样 我们大概只有组装能力 但是没有制造能力 还是没有 没有 你有制造能力 会干嘛要买Made in China 而且那是心脏 那个发动机啊 我们讲的就是动力主啊 对 那个心脏 你那个最重要就是那一个 汽车我们讲的心脏就是引擎 飞机的话心脏就是它的发动机 无人机心脏啊 就是我们讲的 是它那个发动机 你的发动机就是Made in China 你是组装嘛 你买它来组装 那你组装 人家不卖你怎么办 第二个组装的时候 人家你要作战的时候 他跟你归零怎么样 对不对 那个 比如说 中国大陆卖到土耳其的 那个无人机 那个 那他也来试一试 飞到 靠近中国大陆的时候 飞机就起火了 它可以设定的嘛 真的假的 真的可以设定 可以设定 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可以设定 是这个样 就跟我们叫南斯大夫大使馆 在1999年吧 被炸 对 那个就是因为F11拐 那个隐形的东西放到 那个下面 它F11拐的残骸啊 因为击落 蓝莲击落了一下嘛 中国大陆拿去嘛 放在那个下面 为什么知道这样 因为他里面有个东西会 那个自爆器没有爆 但是他呢 没爆 好的 但是他里面在发送信号 我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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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没有 他爆料就是这个 你拿到是没有用的 他没有爆料 没有爆料 你就拿回去 他就发送信号 他每隔 每隔几分钟发送一次 哎 我就标准一次 在南京大使馆 他发送信号了 在那个下面 是这个样子 你看这个东西 它是有设定的 这个F1拐也是有都有设定 一设定之后 你就被人家控制了 那是不是可以设定 美国不是经常讲 他的什么的起重机 那港口的大的 说被设设设计进去 因为现在可以 因为现在GPS定位很清楚 他到哪里去 掉到什么地方 都可以做设定 所以将军的意思是说 这一些怀疑 就是说我们的 我们的所有的 这个设备里面 对 你只要有中国制 而且是属于关键的这个地方 那种就是所有的数据 大陆就可以掌控的这件事情 并不是无地放食的孔中 你刚刚讲的意思是这个 真的吗 你觉得连大陆的那个 在美国的那个起重机 港口嘛 港口那些起重机 美国现在他们就在讲 就说他们那些起重机 都可以因此都可以掌握住 进出美国这些港口的货物 你觉得这些都不是无地放食 是真的啊 我是认为 你认为是真的啊 我认为他们夸大了 但是他会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 他会做 他今天的操作的时间 是多久时间而已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今天这个 这个起重机 总共操纵的时间 是八个小时 因为我这个一万小时 我要整个要大解 大修 嗯 我还会回报 我今天操纵是八个小时 然后隔天操纵是十一个小时 他说他就是累积 他只统治时间而已 因为你到一万小时 我要来大修 时间到了 是这个意思 嗯 但是你可以解读 啊你就知道我提供了多少了 掉了什么货物了 有没有掉军事装备 有没有什么 变成你这样过度解读 他只是报 这是过度 这是过度 你可以过度解读 你可以过度解读 他只是说 因为每一个东西 他都有大修的成分 你现在报错 你这个时间快到了 要准备大修了 因为你到达一万小时 你操纵蛮凶的 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但是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数据都有异议 都有异议 你就把它夹说 他是因为 有没有掉军事装备 什么样的军事装备 多少的量 然后这样子 你要扩大解读嘛 那就扩大解读 那就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他只是一个回报 操纵时间而已 我要管制 要去大修 你里面东西零件 时间到点了 要去换 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那对于我们来讲呢 因为赖清德 他去视察的时候 他这个呢 现场呢 是能够搭载 轻型飞弹的 无人机的螺旋桨 驱动马达 上面出现了 Made in China 那您认为 无人机螺旋桨的驱动马达 如果真的用了 Made in China的 驱动马达的话 对 大陆就可以在关键的时刻 去瘫痪我们这台无人机吗 我认为不要完全 不要完全 你只要 我们在我们台湾是东京 123度 122度 121度 我可以设定 你叫通过 中间120度 这个发动机要熄火 真的可以这样啊 可以 我就有办法 你不要来攻击我 你到120度的时候就送熄火 你在121 223 你都好 但是你不要来 你到120关掉 因为现在 有小小的芯片就可以控制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今天买中国大陆的 对不对 我们讲到的 驱动马达就是心脏 最重要的是心脏 所以你会组装 你不会制造 你制造 你制造 那个心脏做出来吗 做不出来 所以他们会组装 买这个 买这个中国大陆 买这个日本的 买这个德国 日本 通过做起来了 组装而已 第二个 为什么叫他打假球 你无人机你放在嘉义 你放在民雄 就是一个聚落 你有没有地下化 你应该找三栋 因为这个绝对第一级被摧毁 我以后要你这问题 都没有了 是不是 不是 你就放在那边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还去视察 我把地下 中国马上GPS定位 就在这个地方 你这一共有13家 12345672 那直接就摧毁 一开战 你的入轮机 整个瘫痪 没有零件了 没有制造 你应该放在哪里 是不是应该放在花冬 第二个 你是不是放在 比较隐蔽隐蔽的 丘陵的洞里面做 这样子 打仗我继续生产 你看以前那个 在抗战的时候 日本重新打轰炸 你看我们的军工厂 在这个重新的山洞里面 在做大 是这个样 你可能在外面吗 所以要跟敌情相结合 跟威胁相结合 结果没有 大拉拉放在西部 放在嘉义 让大家知道 你应该放在花冬 然后放在山洞 这个就是真情况 你是不是打假球 去路马达 去路马达 别人做的 你放大拉拉放那边 有没有银币NB 没有银币NB 它是个商业化 经济化 企业化 却没有军事化 地下化 伪装化 还有隐蔽化 那我一讲就知道了 原来你打真球 跟打假球 已经出来了 那我问你是 真球假球 你一听就知道了 业者的讲法说 现在啊 只是测试 使用阶段 他们已经能够量产了 未来会更换 台湾制造 我觉得这更扯了 你既然已经量产了 你干嘛还拿出来啊 对啊 那你就直接拿 你就直接拿 那个就好了 直接就demo 我这是驱动马达 是我做的 然后上面写 打了四个字 Made in 三个字 Made in 台湾 是在测试阶段使用 我们已经能量产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讲法太可恶了 那这表示什么 如果说你的测试阶段 是拿 是拿 Made in China的 这个螺旋桨的驱动机 马达的话 那是怎样 你是超人家的吗 你现在就 那你这样 你就是超人家的吗 对 所有的东西 在这个自己生产之前呢 都很会超人家的 没错 这常常都是 必经的一个过程 对 那你也要说实话啊 对啊 你也要说实话啊 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怎么这么糟糕呢 那重点是我们的那个 总统当选人 好像看过也就算了 是吧 哈哈 因为他们玻璃心了 你觉得 您觉得他真的有能力 自己生产吗 我打个问号 这个时候是他秀的时候 对啊 你这个总统当选人来了 这时候是我秀的 这是我设计的 已经验证了 成功了 上面还特别打他三个字 Made in Taiwan 而且最关键 应该是这个样子 最关键就是那颗心嘛 那个底全部 里面那颗心脏是没有用 其他做的再好 里面有心脏啊 所以您觉得 您怀疑 我们的这个业者 在制造这个无人机的时候 可能就还是那个心脏马达 对问题对吧 嗯 中科院也是是吧 对 中科院他不是已经有试了吗 好像目前来讲 好像还一般般 我们所有的初教机 高教机的心脏 全部是买的 我们不会做心脏 就是发动机 所以无人机也是这个问题 也是这样子啊 对 那现在是 我们有看三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选纸 对不对 地址 地方就不对了嘛 对不对 你应该发动战利保存 你这玩真的嘛 对不对 这个绝对 等一下要摧毁的 因为将来这无人机的天下 就要摧毁 选纸就不对了 嗯 第二个心脏做不出来 对不对 你心脏 你心脏 心脏 到现在为止 made in China 你都拿不到了 你自己 你 其实很简单 你看土耳其的 看中国大陆的 你看美国的 你用出来 怎么做 就出来了 你先仿效 别人的 先仿效 先仿效出来 现在很简单 别人有model 有样本给你看 你就按照那个来设计 而且好几个 你来做 设计不就是出来了 然后国家预算 给你补缺一点 验证的 因为你设计总是要钱 我补贴你钱 把你用起来之后 你就会做了 你再回馈一个国家 要这个样子来嘛 这样的话表示说 你这一个是 有他的一个 有他的决心 第三个 中科院一定要进去 中科院有啊 对中科院一定要 你今天在这个 嘉义民众 中科院有 但是中科院要去主导 你不要叫民间主导 因为这是国防需要 国防需要 一定要中科院主导 你不要民间主导 民间主导 他以商业利益来看 中科院主导 他是以建军 国家的战利词来看 中科院主导 就我们没看到中科院 我是看的是厂家 那就不对了 你看中科院院长 带了所有厂家 你中科院长是龙头 带了他们来干 这个样 结果不是 是厂家在那边接受 中科院跑哪里 中科院在旁边啊 那你这样的话 你就变成多头马车了 不如马车没办法形成重点 能够达到的绩效就有限 做无论纪要形成重点 你不然会被多利分 那你中科院 一定要中科院来主导 不要让民间去主导 民间主导 他是以经济赚钱为考量 所以这样子你三个都不对 选址也不对 心脏也不会做 中科院也没跳出来主导 他只是参与 中科院是参与没有主导 是那就这样 那你怎么可以 你三个都不对吗 你三个有一个对 选址我选对 哎你也不错 你当初也有用心 选在花东站立保存 别人没办法 而且旁边的时候都是军事要塞 哦这个 这个表示说你有决心 因为这绝对是别人的攻击 我们可以看 这一次不是 俄罗斯的割军院被恐攻 对 俄罗斯哦 直接就打到利沃夫 乌克人利沃夫在哪里 利沃夫距离波然只有60公里 嗯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 是他的 训练中心跟军火转印站 进来就从利沃夫进来 你看他直接打到那个 我们讲的乌西 就已经靠近博然那个边境 他觉得那个是 藏匿之地 对 对 是 他的训练中心跟他的军火转印站 就在那边 嗯 你看人家是这个样子 人家是 莫斯科已经打到那个地方去的 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知道将来这个 绝对是别人要去攻击的一个重点 因为什么 因为打上打后期呢 他的战力 提升地 这个战力 游升战力的生产地在那个地方 所以游升战力 你选的地方就选的不对 你今天因为 其他的你放在西部都没有问题 因为你这个无人机是要真打一体 这绝对都是军事用途 民间就是喷喷农药 那你买外面就好了 你买大江就好了 你喷农药嘛 你喷农药 然后去抓那个 有没有污染 有没有 那河水有没有 那河水在变色 那黑黑的 你去抓什么 这是 这是我们讲的生态跟 这个水屋 就是 就是我们讲的环保嘛 是这样 那个 那个买外面就好 但是你这些在嘉义的 在民凶的 这个是军工的 这很重要 那你这些冰工 你这些冰工的重要的冰工 你要放在华东 是这样 将军的意思是这样子 就说我们呢 因为呢 蔡英文政府的专长呢 就是搞一堆国家队 然后呢 国家队呢 无用 然后很多的这个国家队 我们已经好几个国家队了 口罩国家队 快筛国家队 那个呢 嗯 都搞的这个商业机制上面 乱七八糟 乱象重生 可是呢 无人机国家队呢 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 就说 他不只是商用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刚才张将军提到的 因为他要牵涉到军用 既然是有军用的这个成分呢 中科院自己有发展 但是无论如何 在这个 无人机国家队的这个部分呢 他要由军方的 要由中科院来主导 他才能够呢 重要的部分呢 军用 而在有商业价值的部分商用 他才能够真正发挥他的战力 对 好 我们来请教这个 因为将军刚才已经提到了 俄罗斯恐攻的这个事情 究竟您 您的研判 您认为是像现在 俄罗斯希望把他甩锅 变成是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否认嘛 还是呢 如同呢 已经跳出来 承认杀自己干的 就是呼罗山 伊斯兰国 ISSK 您觉得谁干的 我认为啊 这个乌克兰呢 也没办法完全撇清 真的吗 对 因为他有消极的参与 他没有积极的参与 不然那几个人 为什么要往乌克兰逃 他直接就地解散就好了 对不对 大家化整为敌 你往东他往西 你往南他往北 大家散掉化整为敌 你不要团进团出 往乌克兰去 团进团出 你几个看就看到了 你怎么跑 对不对 你这样子 完全不合乎战术嘛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嘛 对不对 哪有这样 我可以看三个特认 第一个 这个是刚刚挑在普丁大选结束 你看他的选择的时机是这样 他大胜 我大胜 我就给你普丁南看 给你出个档 第二个 我刚刚讲到的是 那个逃亡的路线规划 对逃亡路线 你可以为什么是团进团出 为什么不就地解散 第三个 伊斯兰国 ISSK 伊斯兰国的 他们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这个风潇潇西 溢水寒 壮士一区区不复返 你注意看 伊斯兰国去犯案 今天杀了那么多人 杀了几百个 他没有说要求 要活着回去的 有道理 他整个上面 就是背了 千一千 一千把子弹 自杀炸弹 这个冲锋枪 突击步枪都带到 最后面最后步枪 充满满的上进去 准备就是要 结果他们还跑掉 怎么会有这种呢 伊斯兰国不是这个样子 而且伊斯兰国 你要注意到 你看他抓到那几个歹徒 没有胡子 伊斯兰国是留续胡 然后上面光头续胡 你看人的样子就知道 而且每一个人都是 抱了必死 每一个人 那个面无俱色 他已经风骄 就去溢水寒了嘛 都是慷慨悲歌之士啊 他们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去见尊 真主 就是这样 那几个 结果那几个小鳖山 完毕之后 开完枪杀了那么多人 一百四十几个人 被你杀了 然后又一百多人受伤 自己就撬头了 枪一丢就撬头 然后这种伊斯兰国 那不像伊斯兰国 那个样子 那个本色 伊斯兰国他是 他是这样子 他自己不苟活 因为他杀了那么多人 他也创到战国了 他会呼求阿拉 就这样走 你注意看 他的这一个玉石俱焚 这个是伊斯兰国的 这些分子 他一向的手法 是这个样子 那这一次 跟这一次完全不一样 那你怎么会这样子 就准备 杀得很过瘾 结果撤退 跑得很快 然后呢 一直往西跑 很清楚 然后被抓到 抓到之后 你看到还被 好像小鳖山想求饶 这哪像伊斯兰国的 伊斯兰国不会这个样子 但将军讲的都很有道理 就从这个判断来讲 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呢 就在于是说 因为呢 当俄罗斯把这个责任 当普丁把这个责任呢 去甩到这个 去归咎于乌克兰的时候 使得他有理由 加大对于乌克兰的攻击 因为的确他立刻就采取了 因为我认定是这个乌克兰 我就有我就有理由 加大对乌克兰攻击 你看他不但 这个攻下了这个乌东的 这个市政呢 伊凡尼夫斯克 而且呢 他的乌克兰西部靠近 最重要的是靠近波兰边境的这个地方 伊凡尾夫 对靠近波兰边境的这个地方呢 他也大量的去 发射了这个巡弋飞弹 还有他派出了这个神风 无人机 而且很重要的是 基辅 基辅呢 也发生了多起的这个爆炸 这件事情呢 让原本 原本呢 因为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事上面呢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乌克兰呢 已经快输了 对 就是他就是处在这个落败的这 就是处在很不利的这一方 所以说欧洲国家才会这么的紧张 对 最近才一直说要赶快去援助乌克兰啊 要去这增加他的 不能让他输啊 对 然后呢 偏偏呢 普丁又大胜了 然后呢 在普丁大胜呢 显然这个普丁的民族主义呢 得到了 这乌克兰这场战争 得到了这个普丁这个塑造的这个民族主义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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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啦 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 刚好让普丁 对 可以加重对于乌克兰的攻击 对 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啊 可能性一定存在嘛 我这个很简单嘛 就是那一句话嘛 黑狗都偷吃白狗挨揍 对 你乌克兰就倒霉了嘛 嗯 就算就算不是他们干的 对就算不是他们干的 你现在杀了一百多人 就一三五 这些几个都跑掉了 那黑狗偷吃了 那刚好找乌克兰来出去 白狗挨揍啊 就这样子啊 他要找报复嘛 只能说俄罗斯这一次啊 打了两年一个多月的 这乌克兰战争 他现在已经变成战争了 本来特别技术行动啊 现在已经讲战争了 对他已经讲战争了 对战争了 战争不一样啊 战争要不让敌人屈服 什么叫战争 战争有他的范围 有他的规模 有他的要让对方屈从 我之意志 这是要战争 很清楚的 当然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战争 早就是死亡早就超过一千人了 那现在这个样子 只是俄罗斯在这一方面 打得不漂亮 为什么 今天是我是俄罗斯的指挥官 我先拿下基辅 今天曹操携天子 以令诸侯 亲者先擒王 首都哪有不去拿的 拿首都比哪 你刚才的时候讲的巴赫姆特西边那个村镇 他在巴赫姆特西边 他现在在那个顿巴斯 继续向西推进 向西推进了 他要推到地内薄荷那边去了 他是这样子的 他一开始没有不想拿基辅 他没想到 他没想到泽伦斯基挺过去了 对这个就是他战略错误 对一开始他是攻基辅啊 他没想到 今天为什么要讲斩首 今天为什么要讲 因为他的政治经济还有我们讲到的国际中心就在基辅 我就一抓亲贼先擒王 对不对 他一开始是这样啊 邱天子一定诸侯 就这样子我就把你基辅拿下来 就没戏唱了 他没攻下来 他就谈一下 其实拿基辅很简单 那时候就下去了 其他可以不要 你说那个巴赫姆特 还有我们所讲到的 这个顿巴斯地区的顿内斯克 鲁干斯克 这个还没有他重要 哈尔科夫是第二大臣 也没有基辅重要 抓基辅就对了 这就是斩首 这就是重点 做打仗打重点 打蛇打七寸啊 你为什么打蛇打两寸 打这个七寸最重要 就是这样子 所以俄罗斯在这个 他们说他的福隆之军校 是四大名校 一个是英国的 然后美国西内军校 这个中华民国黄埔军校 俄罗斯的福隆之军校 福隆之军校 说将领怎么会这种战略指导呢 为什么直接拿那个基辅 攻下来之后 我就压住 从那围住 他去哪里 那不是就好了吗 政治基金中心 你富豪也不要跑 都住在这边 本小孝高 事半功倍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他没有不这样做 对他要这样做 将军您现在回顾起 您既然回顾起两年前的时候 他有围到 一开始普丁就是想这样做的 他低估了 他低估了基辅 他低估了泽伦斯基 他完全低估了 就说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 其实乌克兰整个呢 他就在备战状态 所以呢 他接受了大量的美国的训练 所以使得这个 他的非军事行动 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攻基辅的 特别军事行动 对特别军事行动 他是攻炮的 没想到基辅挺过去了 对 所以我现在的 现在我们的问题 就在刚刚将军提到的 第一个两个转变 第一个恐攻 使得普丁呢 他们加大了 对于俄罗斯的 对于乌克兰的攻击 甚至于包括对基辅的攻击 第二个就是刚刚将军讲的 他已经说他是战争了 对战争就不一样了 他之所以会把他提为是战争 其实也是在针对北约 因为北约呢 开始呢紧张了 紧张就说 乌克兰是处于落败的一方 怕普丁胜 所以包括北约 包括马克宏 包括奥斯丁 美国的国防部长 他们都一再的强调说 这场战争乌克兰不能输 在那个之后呢 他们就说是战争了 那现在怎么办 既然是战争 他就有可能扩大 然后呢 那但是现在乌克兰的话 那武器火力有一顿没一顿的 美国到现在为止 他的参众两院还没有通过 这一期的 那个对乌克兰资源的预算 所以乌克兰到现在为止 他最大的火力不计 然后那个法国说要派两个特战部队要进去 那也被俄罗斯说警告 是这样耶 你一派就宣战了 对 所以这样子 你要派的话 他会讲哦 在法国的时候 俄罗斯立刻离境 立刻离开法国 为什么 他准备动武了 他就这样子 他这一步只要一下达这个 因为他只要一下达这个 表示要动武哦 而且会不会动核武 不要完全排除 因为他说俄罗斯离开法国 那意思是什么 就很清楚了 所以这个法国也会有所忌惮 讲归讲 目前还没有行动 因为最起码 那现在倒霉的是谁 倒霉的是乌克兰啊 乌克兰现在已经没有人了 那火力 火力大家有一顿没顿的给他 所以他现在比较吃力 你看俄罗斯每天要夺一个镇 城镇就夺一个城镇 他已经没有招架了 因为没有火力了嘛 没有火力怎么发扬 那他就慢慢进攻嘛 是这个样 好 那他现在转移 终点到克里米亚半岛 克里米亚他打他的黑海舰队 两艘登陆舰 或什么 但是这个是想要 唯唯就造 但是效果有限 是 我们因为实验关系啊 今天只能够请将军分析到这里啊 不过大家就是不要小看啊 这个恐攻事件 还有宣称这个是战争 他可能从此改变了乌克兰的战局 谢谢张元庆将军的分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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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